中华職棒统一师队1月14号开训 球团公布黄甘霖 由戴总教练升任为总教练 投手林月平转任二军投手教练 高健三转一军牛棚教练 杜福明则是转为球探后勤之源 全队喊出了No.1口号 瞭准職棒29年总冠军 叫我们脚步然后一步一脚印 然后当然我们的目标就很清楚 就是希望打季后赛然后总冠军 再进步一名身心健康 去年球队的成绩是年度第二 那自己在个人脚下的方面拿了很多第二 我写的是道磊王 我希望我可以展现我的特长 那利用速度来帮助球队获得胜利 我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邦昌勇 为什么 因为我选择目标是最老道的一方 另外全队也票选了新任的队长 由绿色坦克高国庆接下这个重任 这也是他在07 08年之后 再度获选为队长 到了职业你就是要表演 你就是要玩 比较能够很快的进入职业这个领域 这个状况 所以我是希望比较年轻的球员 能够朝这两个方向去做 我相信他应该适应的会很快 统一师开训活动举办在台南 大型百货户外广场 吸引许多球迷围观 可见人气旺 师队本季竞赢主场大本营 当然首重台南跟高雄 本季第一场主场比赛将于3月25号 在台南登场 台南加高雄有40几场 都超越了去年的一个场次 那另外我想我们各地 也会去进行主场的安排 包含花莲 青庄跟天母 这个我们都陆续已经有安排好了 那等联盟的赛程排好之后 我们就会公布 童一师接下来在1月15号 也帮球员安排一系列课程 甚至还有星秀跳雪活动 以及水上训练 让球员暖身好迎接春训